高雄古山區有一間燒肉店 日前有民眾控訴店家疑似把上一桌客人 沒有喝完的雞湯留給下一桌的客人喝 甚至可能還有隔夜的 瞬間引發了熱議 對此當事店家澄清 懷疑是遭到同業惡意抹黑 已經準備提告 三名衛生局人員進到店內 老闆全程緊跟在旁 因為這間燒肉店日前被控訴 疑似將上一桌客人沒喝完的雞湯 留給下一桌客人使用 民眾發文說雞湯不僅有重複利用的情形 有的還會留隔夜 萬一上一桌客人有傳染病怎麼辦 聽朋友說完不會想再吃了 消息一出瞬間引發討論 上一個客人不管有沒有喝過 我就覺得不太可能再給下一個人喝 不知道它放得多久 然後也不知道信不信心 這間燒肉店就在高雄古山區 主打寵物餐廳 是不少貓海爸媽的口袋名單 接獲反應定長第一時間也出面澄清 雞湯它是密封的 衛生上面是完全沒有問題的 好 那這個雞湯它一定會有生一些些 我們會把它倒出來做檢查 那檢查它沒有問題的話會去做加熱 對 那加熱之後 我們會再去重新再做 絕對沒有用隔夜湯 最近是蠻多員工不適任的 我們有之前 發現是有點不高興我們公司 強調一個餐期結束 就會把所有湯倒掉 不會留到下一個餐期 民眾如果有一律 未來會在瓶蓋交接處貼貼紙 只要發現雞湯湖 油被打開的痕跡 就會直接倒掉 燒肉店老闆也表示 疑似遭到同業抹黑 頗為民眾根本沒來電用餐過 已經要求對方刪文並準備提告 雖有加概密合 為未妥善管理 以要求立即改善 衛生局還查到出餐區與回收餐具區 未設置明確區隔 有交叉污染疑率 任令業者限期兩天內改善 若接期未改善 將依法裁罰6萬到2億元發還 檢文家莊全高雄報導